歡迎來到台灣 我們來三更新大內事歡迎大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換了齁 你有換齁 上面有我的名字齁 藝術長常常說我辦大案,其實也很有名,沒有辦 我離開法界快十五年,十五年久不久 十五年很多時效的消滅,大家 我看各位的程度應該最少技術法學都有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刑事訴訟制度 一些在實務操作上的虛實 也就是說這個制度是按規定,有沒有照做?很難說 刑事訴訟,先了點一下 東西比較多還是台語比較少? 台語比較少 超多 對啦,我都可以啦 剛才第二年,我辦事的時候,台語比較少就有九八年 還是慢煮嗎? 發七十四年,七十四年 七十四年底,七十三年受訓 我其實就是八年挑戰 一直沒有去受訓 後來被通緝 你不來受訓,就不讓你受訓 我那個研究所的指導教授 然後,貼一隻,沒有指導問題 去了解實務 要出來賺錢 為民服務 或者是會相當一張 把它一起刑 但是一受訓,一受訓以後 一做,那可以做 你 你又這樣回頭 把它切斷 趕快來 那下來是有一定的原因 我們當檢察官 我們當檢察官 我們觀眾在那邊 從頭到第一線 在辦理性案子 我大概 幾個,比較社會上 矚目的案件 陳葉欽、班曉燕 有沒有人家的案子 有 現在才住在高雄 有一位大咖 高雄,高雄 高雄,高雄 我起訴 那邊有沒有 那邊應該有 那邊應該有 大概八十年 八十年左右 台北有一個大案子 地下電台的取締 台灣是深 你怎麼知道 大概沒有什麼印象 九十二年 我當御師以後 九十二年 接了一個,也是很大來 各位,九十二年 我們台灣發生什麼 重大事件 尤其特別台灣 靠著你 民工靠著你 2001 2003 SARS的風暴 SARS 台北革命醫院的院長 那個 防疫 就是那個 那個 防止傳染病 那個單位的主任 通通被被告 後來我們 這是一審無罪 二審無罪 確定 二審大師 用方式不錯 確定 這比較 特別的案子 他有一件可能 我們也會讓大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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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醫界的人很有影響的案子就是 我們有位 國化大師叫做 黃軍碧 你有沒有 畫馬 很有名 黃軍碧已經往生了 他的女兒 被騙才被死 而且 我們跟國際科合作 大概 我印象裡面是三天 在那個 行事警察局 國際科 連過洞杉磯 連過台北 那個 香港 都來把這個 弄回來 長葉炸氣 大概 大概有這麼幾個 比較有名的案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這個訴訟制度的意思 就是說 一般都懂 一般講 一個人如果 換了法 犯了刑事案件的法律 那我們有一個原則叫做 罪行法定 各位聽過 就是 他的行為 應該犯什麼罪 他的行為應該犯什麼罪 法律要規定好 那這個罪應該除什麼行 法律要規定好 這叫做 罪行法定 譬如說 殺人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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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罪 兩百七十一條 那 殺人罪是 法律 的罪 就是殺人罪最簡單的規定 殺人證 這三個字 這三個字而已 這三個字 上一架 出 死刑 無刑 無刑無刑 或是那三個刑無刑 這叫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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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殺人怎麼還沒有判死刑 可以啊 法律規定可以不判死刑 這殺人很多動機 手段 犯罪後態度 等等 會有什麼考量 這會 證結 證結會不判死刑 不判死刑 證結不判死刑 原則上 應該是 但是我們也不必猜 肯定怎麼樣 搞不好 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他 判的那個 定案以前 他突然 大便死掉 有規定啊 對不對 殺人判死刑 剛剛提到一個 楊說 有沒有判死刑 有沒有判死刑 有 你去問他在外面啊 有沒有判死刑 有 有 有判死刑 可是他動到檢刑條例 檢刑條例 聽說今天也要減刑 齁 這是沒有提出來 齁 通告檢刑條例 那一個的檢刑條例 也有一個規定 很有意思 說如果 我判死刑 是因為殺人罪 判死刑 殺一個人 減為不刑 不刑 殺兩個人 不刑 你多看一天啊 這邊有時候做不意氣啊 這麼意思 當然我要講 正解原則上 不然當今晚又 給你檢刑 三二五天 以下的恐慌檢刑 要挑一人 對不對 齁 這個很難說啦 不過我不給他屁股啦 他有一派 理論在講 死刑 要不要死刑 要 有這個團體在齁 民死團體對不對 所以正解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團體出來 這樣兩派 有沒有因為 主張 不執行死刑 而下台的部長 有沒有 有 黃清波 黃部長啊 黃清波跟我研究所 同班同學 同期畢業 我們那一屆 我跟他兩個畢業 都是第一名 不管從左邊算是他 或從右邊算是我 兩個都是一樣的 老兄主張 不執行死刑 有沒有道理 主張 主張民死的道理在哪 各位 聽聽看這個社會的理論就是這樣 主張民死的理論 說你說 認為不應該殺人 為什麼用政府的機器去殺他 他 他叫我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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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 主張 死者而故 為什麼被他殺死 你 你不成為他 別人會怎樣 咦 笑你我好 笑我他 所以 我在民謀三更有個學生 就 我說 如果這些民死的人 叫他們寫個確訣書 同意書 如果他們叫人被殺死 他同意 不執行那個被告死刑 看看他怎麼敢寫 說不定敢起歸 那如果說這個 他們主張要貫賬的話 我想說這個是一個實體法 但是呢 要怎麼樣去把這個殺人的被告 判處死刑的這個過程 依據什麼樣的程序來做 這就是訴訟法的問題 訴訟法 那我們現在看就是說 我這裡開始的標題寫到 我們的訴訟法是從 究問主義進入到 所謂的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那什麼意思 你平均九十二年進行 我說平均要輸 然後不要帶計較一些 就聽得懂笑 九十二年以前 在法院的刑事訴訟法的制度 叫做修問 叫做執權進行 他說要幫他做訟 來刑法 所以呢 在九十二年以前的訴訟制度 因為當時人們刑警 正能調查證據啊 通通到法官這邊來 由他決定要不要 他做主 整個司奉指揮靠他 程序指揮 師子指揮都是靠他 他跟這個質詢進行 跟民事不太一樣 民事跟這個當事人進行 那我們九十二年改了以後 十二年改了以後 就變成貼近了 當事人進行主義 所以現在的訴訟制度 當事人是平等的 好 這裡我也介紹 什麼叫做當事人 在法庭上的當事人是誰 在法庭上的當事人是誰 大家會猜到一種的 這是被告 沒有被告 法律上 行雙網上不叫做被告 在法庭上的 當事人 只有三種人 被告 檢察官 或者是自訴人 自訴人跟檢察官 是同一個 同一邊的 但是自訴人是自訴自渡 一般 偵查檢去法院 去地點署告 然後被起訴 檢察官就代表 原來的告人的人 在告訴人 變成在法庭上的當事人 所以這個婚姻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大小年輕 先看啊 有沒有去看過的 那我們去婚姻喔 有啦 歡迎你們在台北 我們在台北 我們在台北 在高雄 台北 我介紹台北 讓各位 場次上多一點 台北有四萬元 大家都不知道齁 台北十萬元齊齁 台北十萬元 從新南路 總統有這棟 代表的是 四萬元 阿森對面就是 比 這個地圖位置很清楚 這棟是日治時代 留下來的建築 很莊嚴 如果沒有看過 你們用拆的 圍牆有多高 四萬元的圍牆有多高 你猜猜看 不要被我剛剛的動作 誘導第二號 有多高 換別定 沒有你們桌子高 圍牆沒有你們桌子高 圍牆沒有你們桌子高 有 日本人 治安很好 大門的部分 有三個國門 中間大國門 你猜猜 過關就開了 兩個小國門 如果說 面對四萬元 這個小國門 小國門 行政官進去 這邊 以前這邊 打官司人進去 這門以前有個特色 有個洗手台 要進去打官司人 要洗手 為什麼 安虎生桃 安虎生桃 這就是象徵性的意義 因為法律上有一句電語 無竭盡之手 不得入法庭 手沒清洗 你怎麼給你法庭 你怎麼給你法庭 你怎麼給你 意思是這樣 表示象徵性的意義 你怎麼跟人家說 我洗多久 洗這個我上一次 我們不去看 看 這個了 現在台察正在 我身道是各位有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以前是很歸眼的 改良以後 我們說是改良以後 變成檢察官跟被告 被告是跟兵務人在一起 平起平坐 所以申請告再去 檢察官可以 被告也可以啊 兵務人也可以 那接下來 這樣的一個制度 他的目的 都可以順著看 目的是在發行 在發行支持 那這個制度好不好 十幾年來 還在檢討 這個見論文 簡單說 做下去後的問題就好 還是改 法律是改了改去 但是 是朝著這個當聖經主義的方向 一直改 改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爭議 保護被告 要盡量去保護被告 這樣又回來會想說 正確你要保護 審理性先來保護 情緒上就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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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接受公平的審慨 還要是 搞什麼 人民工程 哪 一齊 大家 唯一起來 對不對 一直尖尖的帽子 都一開始 是人民工程 教託者,第一開始的時間,這個被告被訓問,就可以選任辯護了 這就是第一個時間,警察局問,對不對 一天輸不去啦,可以不帶來律師去,這樣下去也可以 現在多一個單位在問案,最近兩個月很有名的單位 這在連政署,他們做底部的人叫做連政官 第一時間點,律師就可以了,我當律師開始,我89年開始當,我89年 我們那個時候,那一兩年開始當律師啦,因為92年才有那個那個那個 改革自己主義吧,上次就可以請律師在場 但是我們去,律師到行政檢察局去,我的被告呢 心情會這樣說,啊啊啊啊啊啊啊,你被告,你怎麼想 你看,那個電視那裡,你看你,你看那個電視 看到那邊去訊問,啊你坐一隻,每個人看,看有哪個口 他在看,當然不能在看 找一個觀念,這個應該,還沒有受日本教育的,有沒有受日本教育的 我在士林當檢察官啊,碰過一個很搞笑的事情 有一個,歐巴桑,他的孫啊,被抓了,一送到三點法庭過來,送檢察官這邊來 好,阿嬤跟著來,因為可以,可以那個法定代理人,家庭,家族可以配合 跟一個人家搗,一個人家搗,搗是什麼,投訴 都要幫我幫你報告,那我沒有聽到而已 沒有,我這個孫派我派,你要把他打麻煩,你要把他打麻煩 但是,創意之下,他怎麼可以打? 還有一人輸啊,不是人輸不能打,那是什麼人輸不能打? 那是什麼人輸不能打? 現在的觀念可能是這樣,對不對? 可能有人聽到外面說,好像以前是這樣,其實也不能打 可能自去時代,有什麼都怕,對吧? 本來就不能打,打出人命的有沒有? 是誰? 台灣第一個,搶銀行的,李斯科 李斯科沒做到以前,被冤死的是誰? 唉唷,王寅仙,我們可以溝通了齁 我們自己的齁 王寅仙就是被四個刑警 逼人過來,對,在那個叫什麼金美橋那邊 過來,兩個刑警投票怎麼做到? 以前的刑囚,很厲害,各位都聽過 現在電視,在轉播以前的那個什麼什麼 案子也有講真心的事情 現在大概不太可能了 那早年王寅仙會開選,那不用想看電視 其實現在已經不能夠看電視 坐在旁邊,坐在後面,看證據 那王寅仙就要被通知去了 那你哪一個董事人說要叫你來做理師,你要來嗎? 律師要哭過去 如果選任律師的時候 律師沒有到場,人家都會被告 不可以 不可以 律師要等多久 那董事人,我們接到電話 哎,你的董事人喔,想你做理師啦,你要來嗎? 不可以啊 那你都會這樣 我再去問我,你也不要做 啊 怎麼會趕過去 那各位爸爸,華麗威嚴 可以等四個鐘 可以等四個鐘 大家還來得及了齁,威琪還來得及 問題你要買這刀票,現在暑假 當然那麼遠的啊 有時候我們就把他趕不住 你不能選擇到大陣事的權利 我跟他進得著 華麗威現在心改到怎麼樣 律師去啦 你的律師來是這個 是啊 我們現在開始問 律師在旁邊聽到什麼 被告一直講 對不對 每個人 靖財員問被告答 靖財員問被告答 Möglich sou res 有這樣子 坐不著 啊慢慢去 示範到說 你去別排我 可以給人靖財員警官警員 瞬仲剛才講那個叫做ray 那個那個 連這alan 公主 我要跟別到 他爸爸 講話 一個正常 按得到 你這紅領啊 靠好腰要五台母子來 紅包一台我送而已 比較小聲的 有時候會這樣 了解他的案情 告訴他你怎麼去答序 現在從第一個單位 我們剛才講的事發檢查單位 事發調查單位 甚至連政官的單位 然後這個連政署 一開始問 被告 他要告知你 95條的權利 其實說95條的權利是什麼呢 你可以保持健康 你可以選證併護人 你才有選證的對不對 你可以申請調查有利的證據 因為這樣跟你講喔 你可以不違反自己的意願的陳述 還對嗎 聽懂了 聽懂了開始 現在要多點兩下 我們沒有遷取種族的 那個旗艦 那怎麼法律根就是這樣子 他算不下 他說不要太拉聲 你們在睡覺會吵醒了 你們在睡覺會吵醒了 你為什麼要問這樣子 因為原住民在法律上現在有特別保障 他的訴訟權利 在法律 法院的法庭 有專屬法庭在辦 集中辦 他們要說什麼 他還要做不下去 你說不是就不行 你說不是就不是 你能打爆發在那兒 他批血就說 我考民放比 沒有那個意思 他有句 你是不是中低收入 這個也不要 你怎麼穿誰 怎麼給他問他呢 我沒有惡意 這樣法律不可以 說你收入有什麼好處啊 法律輔助基金他會引介你 你現在可以不要打 要不要給你引介 跟請律師 可能會有進步 有進步 可是啊 告訴事項 有時候 是要對你們啦 檢察局啊 一樣要跟你講 你聽說聽說 你要請的時候 我還說 不用啦 浪費時間 要請的時候 你怎麼這樣講啊 假花錢的啊 有事情 去檢察官要再請的時候還會 請到政府回去啊 你如果沒有帶的話 來 帶新娘去 你怎麼這樣講 想說我現在要請 你不要請 你怎麼請 為什麼 這隻我老胸目都不知道 文化有時候很技巧的 我們剛才講說保持靜默 可以不要說話 你不要在家裡說話 我沒有在家裡都不會說話 對不對 好 靠心靠胃的在講 對不對 那法律規定這樣子啊 我說你我不講 興趣喔 你不敢說嗎 好嗎 好嗎 我講 對 人都不講都不講 對不對 那不講 鄭彥坤你不認識 那是鄭彥坤 那是鄭彥坤 那是鄉彥坤 你中 那他每次打電話 打電話 那客人說 你是哪位啊 我不講 我請問你哪位 我不講 你不能不講 我請問你哪位 他是部長啊 部長我不講 不講 這樣 這個有趣 我請問你哪位啊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他還有一位 他還有一位 最近一個 一個國務館那個名字叫什麼 國立故功 國務院 他做個 那個院長 還是館長 國立國務館 館長 是誰 秦孝敏 他就像這樣 那外星人 我會輕鬥 我說他在跳的 沒有啦 我還在笑啦 你說 你是誰 我啊 我請教你啊 你是誰 你要請教我幹嘛 我就是請教你啊 請教你啊 這三個公典話 大家都回過頭 我忘記了 看著我瘋狀 看著我請教你啊 那這些都過去了 我們以前老師他這麼多啊 我上兩堂都請過那個例子 我們要上課 上法律課很辛苦 現在的學生懂三種語的對不對 哪三種 國語嘛 台語嘛 他又來台語的國語 可以 可以請教 我們有個民法老師啊 民法老師這個 前國長 我們畢業今天是 都把他的名言寫下來 所以我講話是有所本人 小文民法 一人告訴我們 民法各位主義民法 最重要的不過是雅思 雅思 雅思 雅思啊 媽媽的雅思很重要 沒有錯啦 媽媽的雅思 還要注意 我的雅思也很重要 她是姑娘 我下路我也在 雅思很重要 雅思 雅思很重要 雅思很重要 等一下 我們說幾部雅思 做協中 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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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思裡面媽媽的雅思很重要 雅思 對啦 雅思很重要 那雅思很重要 媽媽的雅思 我們現在提示都要記媽媽的雅思 那也有 她就不要了 偶爾的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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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做機梯的雅思 就是這樣 我上次還舉一個例子 現在這個我們語言過中好了 雖然可能說 看起來不好不懂 可是也還好 一個叫海山過來更好笑 我去國際上 我是動物大學的 你說什麼 國際貓仔細 很黑耶 東武大學的國際貓仔細 我們大學會說你剩下國編 所以我們說被告可以保持健康 這一點如果做得到 可能省掉很多 將來抗辯這種小事 我們看港片都會有一句話 搞騙了警察抓鬼服的時候 安登醫生 你可以保持健康 你可以不要講話 你現在說講的別句話 將來都當做什麼 承堂公正 就是這個意思 冷靜比較不棒 我剛剛還是回來問 有沒有人冷靜比較不棒 對嗎 我剛剛講 其實都是偷心偷慰 為什麼 我都沒有問錯啊 為了取信 敗難的 嘴是強 我們常常說 我在當陣說 一答只有八個字 不問不答 也問 少答 不要說太多 說重點 就是這樣子 不是叫你逃避完全不是 因為你要不曉得他 到底將來 演變是什麼 別人怎麼樣 都不知道 所以比較嘴嘴 不要嘴嘴 不要嘴嘴 背道會不會承認換罪 一開始 那現在簡單發言厲害 會要我承認 我給你什麼 還起術 知道 當然還起術 有他的要件 要屬於輕罪 才可以還起術 針對什麼人 常常會這樣做 最近 八個字又出來了 他哭一點正恩的什麼 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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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行賄的廠商能夠突破的話 怎麼樣 公務員 就這樣 再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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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招很遺憾 這招很遺憾 這招很遺憾 這問的是一個技巧 當然有時候 那個 我們也有發現過一些比較特別的案子 因為法律有個規定 不管什麼人在應訓的時候 法官檢察官都要及時訓問我 就 什麼意思 不然 人來了我們幹嘛 沒關係 人來了我們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你要幹嘛 founding 這個吃飯 你們 Пока 什麼 洗腦 勸說 又有 這件事在心裡沒有什麼事 一件事要幫你順便看看 會說一件事 我都沒幫你練到 你怎麼這麼可愛的口心 日常的口心 你就怎麼樣 就靠去靠位 被洗腦以後再做了比錄 有沒有 有沒有 當然告訴是一樣 裡面有什麼 不要違背自己的意思也會勝出 有一個立委在報導 選舉的時候買票 跟誰買 跟第一張買 第一張沒錯啦 承認 後來第一審 開始就不認 他們比我強的 剛剛我們在外面 各位想想這個情景 就去問 去我們 逼 有沒有證據 有什麼逼你 哪裡 沒有吧 罵你 我叫你沒有 他知道怎麼逼你 誰說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看不出去一直這樣子 有沒有證據 證據 沒有證據 看不出是人家的啊 後來 律師啊 提出了一個調查證據 就說 一定調整多問而已 看比錄 幾點分 下午2點35分 我律師就申請調查證據 當天 某一個調查在 大門口有錄影帶 我這個當事是幾點進去 幹什麼 這個空檔時間 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大概去西餐 不會吧 做幾人在逛街 在洗 這個當事不會故意 這件後來打到最高法律 這個很有理論 打到最高法律 最高法律開不開庭 各位想問一下最高法律 原因得勝不開庭啊 不管他是什麼 他是法律審 他不公開審判 對 不公開審判 那一件 公開審判 厲害 這法官補頭 在門上 開出來 法官還認真到什麼程度 因為缺責到 93條的 有沒有及時訓問 先調查訓問以後 法官啊 拿出了兩份資料 被護人一份 被告的被護人一份 還有檢察官公信一份 什麼資料 可實在厲害 美國的案例 沒有依法及時訓問的法律效果 什麼案例 三十十頁 都是英文的 都提點雙方 你們看一下齁 現在稍微訊息一下 動作我們再來問 內容看看怎樣表示意見 外交通 檢察官 去的 英文當保 很好 那被護人啊 英文不好 待會兒 紅票是要創意嗎 一開 응 他都來媽 報應 道 vê